俄罗斯首艘可以搭载 核鱼雷的比尔戈罗德号核潜艇 已经驶达了北极海域 推测俄罗斯可能将测试 远程核动力无人水下载具海神 采用了核动力的比尔戈罗德潜艇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潜舰 舰身长184公尺 宽15公尺 最大的排水量达到24000吨 至于海神超级鱼雷 也被称为是末日武器 可以携带100枚的百万吨核弹头 能从1000公尺的水下发射 水中时速可达200公里 能够有效地躲避北约的水下防御 还可以从1万公里的远程发射 对于航空母舰战斗群 以及港口等重要目标 构成严重的威胁 虽然俄罗斯在战场败退 克里姆宁公一直在暗示 准备行驻升级局势 网络上还出现了一段最新影片 货运列车载的多辆BPM97装甲 运兵车和其他的军用载具 穿越俄罗斯中部 试图向西方国家发出警告 停止干预他们跟乌克兰的冲突 四普丁宣布动员以来 已经有20多万人应召入伍 当地律师收到了大量寻求帮助 以免被征召入伍的请求 他们正全力以赴提供咨询和建议 记者赞和报道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 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哦